一笔财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今天很明显的 市场的信心是直接的 全面的崩溃了 除了美联储的升息三马 已经让大家承受 这个升息的利空冲击 那么当然现在市场还在喘 今天央行正在开礼监事会议 也会持续的升息 我在想这个消息 才是真正把今天整个大盘 压垮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那当然我们不去评断说 它为什么要升息 因为其实全世界的物价 都是一样高的 台湾还算好 台湾的通膨也不过台三 跟美国那个八来比的话 哇 差了一倍 我可以想见得到 现在美国有多痛苦 哇 台湾的这么多 尤其是油 大家知道在美国那么大 几乎每个人都是要靠开车 所以可以想见得到就是说 这个油价的高涨 对于这个物价来讲 对这个消费的信心来讲 压力来讲的话一定很大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他要 这个美联储他要加速升息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当然你说 现在我们国内的央行 到底要升多少 当然我节目上不能去评论 因为不然央行会找麻烦 我们不去评论他 我只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升息也是个利空 就像我前来念有讲的 现在台面上根本找不到 任何的好消息 勉勉强强几点 好了 我在想 好消息就是 很多上市公司 五六月份的营收 应该还算不错 但是不见得会反映在 股价上面 这才是最痛苦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还有什么好消息 说真的还真的没有 还真的是没有 还真的是没有 即使突然间 俄罗斯跟乌克兰 握手言和不打了 也不能叫好消息 大家懂吗 也不能叫好消息 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不管是什么 黄豆小麦玉米 这些原物料的高涨 天然气的暴涨 这些已经对着的市场来讲 它在上海已经造成了 它是需要时间去平复的 所以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为什么 全球的股市 最近来讲震荡这么大 沙身隆隆 这个都可以理解的 真的理解的 但是这边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就像我在四月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场的恐慌气氛 也很重 对不对 走到哪里 谁想听你讲什么 什么买股票 根本没有人要听 我们看融资就可以知道 大家看一下 其实融资在四月底的时候 大家没有发现到 这边是骤减的 这边有没有看到 之后到现在为止 都是躺在地上 表示过去从四月底到现在 已经6月16号了 接近两个半月来讲的话 市场这些散户的买气 信心依旧都是非常的差的 所以我只能这么讲 今天的跌 卖压当然 绝大部分的卖压 还是来自于三大法人比较多 但是我在想 散户的卖压应该是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这个等一下慢慢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是一个带量收黑的格局 今天爆出了人间723亿 前两天一样跌 都没有爆这么大的量 反倒是今天爆出这么大的量 可见的就是说 美联储的这个利空出境 并不适用在台股 反而今天 对不对 照理讲前两天 你知道要升息了 那照理讲应该跌在前几天 怎么会变成渐渐再跌 而且今天爆这么大的量 这算是近期来讲很大的量 你看像前两天大跌的时候 量都还没那么大 你看13号那一天 也才2298亿 对不对 那天是带上长黑的 再往前看 最大量这里 有没有看到 5月9号那一天 这天2405亿 你看 反而今天的下沙的量 异常的大 当然了 航运股贡献的非常的多 因为航运股全部都破底了 破底了 好 总而言之 就说 这种看空的氛围 大家悲观的氛围 今天特别明显 今天特别明显 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得到 可以理解得到 那当然我觉得 就说 升息是无可避免的 对股市的冲击 它肯定也是会有伤害的 就看看它影响是短暂的 或者是长时间的 如果这种影响是长时间的 那我告诉大家好了 那恐怕 以往15616 它也绝对不会是低点的 也不会是低点的 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但是你看 今天虽然说盘很弱 盘这么的弱势 但是我也发现到 有一些小型的投机股 它还是很活跃 随便举个例子来看 你看像这个金宇 对不对 小型的股票 股价还不高 你看今天持续的创下 波段的新高 再来24444的赵敬 刚刚起涨 今天表现还可以 股价都不高 还有个8421的续元 你看股价是8块 6114的9V 我们看到股价也不高 这个都是刚刚底部 刚开始起涨的股票 3285的微端 也是一样 你看股价都不高 这都是比较偏向于 投机的股票 2305的权有更猛 今天开盘直接涨停板 创下波段的新高 还有5475 这个算是在底部的 德宏 你看 这个就算是在底部起涨 你看到 但是股价还不高 16块多而已 6461的1的 一样也是低价股 我们看到20几块 这个都是算小型的股票 比较带投机的 还有利币电 这个比较冷门的股票 你看也是股价都不贵 还有8201的无底 也是一样 大家能够发现到 这些都是比较偏向于低价股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从 还在底部 还在底部 通常行情不好的时候 这些小型股 他们都会逆势上涨 这是很常见的 我今天不是要来推荐大家去买这些股票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如果这个行情真的 Game over了 没做的了 已经死光了 死一片了 那么这些小型股的阻力 照理来讲 他也不会选在今天了 按理来讲 他们今天应该是全面大撤退了 但是你看 反而今天盘势弱 你看今天最终大盘是大跌 160点 这些小型股我现在只是列举了 我刚抓的只是今天我看到的一部分而已 并不是全部 你们可以自己有时间去看 就是说今天这一些小型股 带有主力色彩的个股 反而在今天没有撤退的迹象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压盘压指数 因为今天沙盘的元凶是在航运股 所以说当然最后导致很多电子股相关的 也都往下大跌 也是有 可是大家没有发现 比如说像今天台积电出息 当然因为今天变成跌了 所以本来有填息的 现在后来尾盘也没有填息的 昨天也跟他聊到台积电 就是说这个台积电 它现在面临到500元的保卫战 如果台积电500元守不住的话 那大盘15000点大概也不会是低点 这一点大家去提醒一下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最近半导体真的跌得也蛮凶的 你看像这个南电来讲 今天也是创新低 而且还创波段的新低 而且你看这越杀越有量 越杀越有量 那可见的是 可见得到就是说 最近这些半导体的股票 基本上来讲都是电子股的重灾区 IC设计反而还好 还没有跌到那么惨 那当然讲到IC设计 我们要来看一下 像包括像最近 我也一直跟他聊的联发科 不要说联发科好了 其他的那一些高价的股票 你看到包括这个系列 你看到它已经要回撤到 前面的低点 2320块了 这也很弱 也非常的弱 还有包括大力光 今天也是压回 大力光的情形就跟联发科比较类似 目前都还是坚守在季线的附近 还没有跌破 那力旺的话就跟系列的情况比较像 也是蛮弱的 也是拉回 4966的普瑞 也是一样拉回 破底的 还有这个6488的环球晶 你看这个都是已经跌破月线 跌破季线都已经呈现拉回 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今天真的找不到什么 特别可以激励的 可以给大家点信心的 的一些股票来跟他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不管是从 我刚刚讲的那些小型的投机股 或者是这些大型的高价股 或者是像台积电这种基优股 基本上是全面倒 倒一片 这个情形不就跟当初在4月份的时候很像吗 大家没印象 他说4月份在这边的时候 大家没印象 在4月中的时候我记得 那时候也是正准备要拉回 那时候刚好也是大概在1万7左右 然后那时候不就是 也是市场开始看空 哎呀1万7一定守不住 的确1万7是没守住 就后来不是压回之后 出现一个反弹再往下破 但是你看那个时候在4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过 就说有些股票 它本来就具有所谓的领先触底 领先落底的一些特色在 联发客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那时候你看在4月底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就说这个行情能不能做 股票能不能买 你不可能全部没档就去看 太多了 你只要看那几档关键的股票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那时候在4月底的时候 我就是不是告诉大家 看什么股票 看联发客 那事实证明 联发客在4月底落底完之后 是不是足底 对不对 虽然说在5月这边它并没有大涨 它是后面才补涨 可是事实证明 当初联发客领先大盘落底完之后 的确让整个IC设计 病病叫了 恰麻病了 这个就是一种 从某个类骨里面去看强势骨 就可以抓到主流的一个关盘重点 好了 那现在问的又来了 大盘现在又面临到 要拉回到15616了 以今天这种跌法的话 我看明天搞不好15616就看到了 毕竟今天收最低 而且带这么大的量 所以我们要去看就是说 如果大盘这一次再打回到15616 会发生什么情形 会发生什么情形 当然这里会发生一个情况 就是说前面没有跌的 有可能继续会出现补跌 已经跌的 有没有可能领先止跌 这就是关键的 你说那些有可能前面没有跌的 现在出现补跌 那当然这种骨骂战士先避开 可是有一些已经领先 足底的不跌的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接下来 大盘的下一波的主流 当然了这个要再观察 我先跟他提醒一下 这要再观察 你今天问我的话 我也会告诉你说 今天还看不出来 我昨天就跟他提到 说一般我们在观察 所谓的未来的主流类骨 看一天是看不出来的 大概要看一段时间 看个三四天五六天 就像当初我在观察 零发科一样 对不对 当大盘在压破1万7的时候 那个是我第一个观察的就是连发科 事实上证明没有错 连发科当他打到797块的时候 大盘还在跌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印象 大盘在 连发科在4、67号那天落底的时候 对不对 事实证明 大盘还在往下破 还跌到15、6、16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要买到真正的主流 所谓的主流 它不一定是大涨最多的那个 就是说至少市场认同度高 一定叫主流 所以在整个行情不好 盘是很弱的情况之下 如果能够像复制 我说过复制 在4月底的时候 去复制看到底有哪些股票领先止跌 那么谁就有机会 持续的大赚到这一段的反弹 也许大盘会再跌 你信不信 我先跟他提醒一下 当大盘杀破15、6、16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好了 一定有些股票它是不会跌的 而那些股票 我可以大胆来跟你们断言 那就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你看我前几天节目有讲 我说其实大盘跌破15、6、16好不好 我觉得也好 因为有时候它不跌破 我们真的也很难看得出 未来的主流方向 当然这个时候 衍生第二个问题 要求我老师 跌破15、6、16 融资追缴的 对不对 怎么办 那没有办法 因为第一 站在我们想要抄底 买便宜的这个心态来讲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买股票 对不对 我肯定不能去买 正在还在跌的 懂吗 就像刚刚看到这个南甸这种 这种还在跌 我肯定不会去买它的 那我现在要什么 落底的 你看到前阵子这个合一 烂得要死 有没有印象 我随便举个例 你看前阵子这个大盘在反弹 这个完全都没有涨 为什么合一到这两天反弹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 为什么 你看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股票 有些个股 它也许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它会跌得很惨 可是当大盘持续到破底的时候 它反而不跌 这就是一种什么 我们在观察 有没有机会成为 短线主流类股的一个重点 所以往好处去想 我们先往好处想 大盘跌股票都下来了 说不定又可以减便宜 我先跟他讲往好处想 往坏处想 啊 惨嘛 股票跌 大盘跌股票跌 肯定又要套牢 又不知道忍耐多久 但是我个人的经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先跟他讲 想要大赚 不经一帆寒撤股 对不对 你没有先忍受那一段 行情的折磨淬炼 怎么能够大赚 所以你看我当初在节目上 我这边为什么 为什么我总是喜欢拿之前的例子 来跟大家提 就是因为说 很多投资人他其实无法议会 就是为什么我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跟你聊 刘逸发歌出现反扑 跌声好鼓撒量卡位 为什么在四月七号 我告诉大家 乐观见顶 悲观见底 勇于抄底中会胜利 29号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发歌稳有力IC设计 抄底强短积极卡位 我的节目每天在YouTube上面都有 即使我看错做错都没有关系 我节目没有一天下架的 我节目没有一天下架的 讲错了看错了 你们就当看笑话无所谓 就让大家去比较一下 我准的时候跟不准的时候 请问 是准的时候机会比较 这个时候比较多 还是不准的时候比较多 跟你们做个比较 不然我自己讲 对不对 你有耐心有本事的 你就利用六日反正放假 去看 去看看当初为什么我要压 我要压IC设计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把时间 同理可证 现在大盘就要打回到15616了 又要回到当初 我们在抄底低点的那个低点了 那你去想一个问题 当初的买的那些股票 现在压回来还能买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 第一个问题 买什么 主流是什么 这可以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建议大家 也算是小小的提醒 大盘跌破15000 不用过度的去紧张 当然有些股票太弱了 我建议稍微减码 停损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留着青山债 可是如果说你手上有资金的 我倒认为当大盘跌破15000的时候 稍微观察一下 就像我刚刚讲的 对不对 当大盘在往下破 往下灌的时候 有些股票它不跌了 它撑住了 像这样子的股票 就很像当初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的联发科 它也许那个时候盘在这边 不动如山 可是最后你看 上去 你看轻轻松松 两三成的报酬就有了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行情 想要赚钱的唯一办法 当然你可以选择做空 有些股票才刚从高档下来 这种股票去做空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要留意 有没有除息的问题 有没有强制回补的问题 所以说我这天 先真实不去跟他聊做空的部分 先不去跟他聊做空的部分 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持续聊一下 其他的各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图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图部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图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图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图部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可以不予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晴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好 记得啦 就说 这一波行情的确啦 在压回的过程之中 股票跌了 而且目前看起来 就像我刚刚上个阶段 你刚刚聊到了吧 目前台面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利多消息 那勉强要抓一个利多消息出来的话 就像我讲的 大概就是某些上市公司 某些企业的营收还不错 所以这些营收的数据支撑的股价没有跌 这大概就是目前我看得到比较大的利 这个消息啦 但是大家也别忘记喔 跌升也是最大的利多 站在减便宜的立场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想要买便宜 我就是想要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 那当然我觉得 当大盘撒破一万五的时候 那个时候 真的 什么股票能减便宜 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今天先不去聊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可以减便宜 所以我这边只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上个阶段我跟他聊到 有一些小型的投机股 这两天主力也没测 对不对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说台面上连这些小型股都没有 连这些小型的投机股都没有 什么什么金鱼这些完全都没有的话 比如什么金鱼这种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 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某些台面上连什么金鱼 照镜 什么什么序言这些完全都没有的话 那就很害怕 表示说现在这个大盘跌不腾量不爱 对不对 连这些传统的主力都看不起台股了 都看快台股了 连这种小型股完全都没有表现的空间 那的确这个行情就真的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悲观 甚至于我会建议大家干脆就大撤的吧 就把所有的股票都砍光光了 对不对 人放空了赶快去放空吧 没有信用户赶快去开信用户吧 赶快全力做空了 趁现在很多股票刚好还在相对的高点 有很好的空点 对不对 赶快去做空 那当然如果说现在 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来 但是我们在1万7没空 1万6没空了 那现在都快破1万我去追空 对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为什么暂时先不跟他聊空的这一块 原因就在这里 原因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说除非这个行情 就是说真的完全找不到主流 什么强势股完全都没有 对不对 简单的讲 如果说没有办法像之前抓到像联发科这种 具有领头标志的股票的话 那的确被这个行情保守看待 悲观看待都是应该的 都是应该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跟他讲 就是说冷静面对 静后落地 你等着要买股票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买到很便宜的股票 那手上要股票的 当然可以适度的减码 我这么讲 看你买到什么股票可以适度的减码 留点现金在手上也可以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 你连因为有的人毕竟是重套 他可能现在卖家卖他也不见得卖得下去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建议大家 那你就等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我认为这种消息面的冲击 它不见得是实质面的冲击 你可以去看一下今天跌下来的股票 它不一定都是因为基本面转坏跌下来的 大家同回事吧 你说今天跌的股票到时间快到了 我就没办法去列举 大家可以去看看今天跌下来的股票 比较弱的股票 没有一档是因为基本面转坏跌下来的 那是谁打下来的 谁打下来 就是因为大家认为 这个央行会生息 对不对 那生息这个一定是被解读成是一个利空 对股市是一个利空 所以有的人就会想说 那算了我先卖再讲 对不对 早买早费 万买就要够了 有的人就跟着去选择先卖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今天的跌 的确这个生息对股市的冲击 它的确是比较正面的 比较实质上的利空 可是就基本面来看的话 对不对 你说有多少企业的营收是真的衰退的 也不多吧 绝大部分都还是好的 绝大部分还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非理性的下杀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 大家倒是不用觉得说 先把行情给看得那么的差 虽然说今天是带量下杀的 虽然说今天是带量下杀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稍微震荡一下 测试一下1万5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就像比如说当初在1万8的时候 它是不是测试过了两次 1万8千5对不对 两次都测不完 过不去的话 哇 飘下来 失望性的埋牙就出现 相对的嘛 所以低点也是要经过反复的测试的 高点也是要经过反复的测试的 我们才知道那边是最高点 我们才知道这边是低点 所以说这边给大家做个提醒 好啦 那其他的部分 我留着明天再跟他做补充好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节目这些 为大家记得在这边 那节目最后和预出所有的 投资人的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摆 你们在干嘛 我帮我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吗 我也没被钥匙 500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被用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又知道 保力达 蛮牛 陈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